在相学上有一种说法 男子本刚,刚中带柔,岂不妙哉 女子本柔,柔中带刚,岂不美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万物都在讲究一个阴阳平衡之力 女子过柔则魅俗 男子过刚则粗重 而把这两样平衡到极致的 当属林青霞、张国荣二人 青霞之美,美在雌雄莫变的英气 可以是帅气硬朗的 也可以是美丽无双的 整张脸几具特色和辨识度 张国荣的成蝶衣 不风魔、不成活 一平一簇之间 以春山作骨 以秋水为神 其扮相与唱腔更是如三月烟火 这种顶级的男相女相秉孙的脸 为何百年再难遇 这还得从五官以及风情说起 一、女面男相五官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整容项目的宣传都围绕着 眼尖下巴、美推颧骨 小巧挺翘的鼻梁 等非常凸显女性特质的项目 直至最后沦为千篇一律的王王脸 实际上女面男相一样的能美得出臣 有如林青霞 到一句顶级美人也未尝不可 男女长相差别上很容易辨别 男生的轮廓结构偏方 线条硬朗 直线偏多 下颌角 以及颧骨比较突出 眉毛的毛流感更浓烈 而林青霞的脸型轮廓 以及粗黑的浓眉 恰好与男性的这几点匹配 与之类似的 还有戴安娜王妃 巩丽 王祖贤 迪里热巴等 都因面部骨骼而出现了 女面男相之感 唯一与这些人不同的是 在于林青霞的下巴 其比较平宽 同时还自带少见的美人沟 这也成为了她最重要的 和与众不同的英气感来源 可能看到这里 你会纳闷了 既然林青霞脸上 有这么多属于男性的特征 为何却未沾染到男性的粗犷 反而美得出奇 这还得益于 她那小的 有点过分的头和脸 让我们先暂时忘记 前面体积的轮廓和骨骼 现在仅看脸型的长宽 凸显女性特征的脸部 其长宽比 通常在4比3 男性脸部长度 则更长一些 但是林青霞 虽有骨骼感强烈的方链 却因其脸长偏短笑 走势极近女性化 很大程度上 中和以及削弱了 骨骼上带来的男性特质 二 男面女相无关 男人面女人相的顶级 就属张国荣了 张国荣最大的女性风采 更多的来自于她迷人的眼睛和唇半 以及柔弱的嗓音 如果说林青霞的眼睛美艳动人 那么张国荣的眼睛 在男性中则是精伟天人的独一份 眼角上扬 就因为她拥有女性都极其渴望的 领角桃花艳 另外一点 与男性特质比较相差甚远的 就是她的嘴唇 少了男性常见的灵力薄消 有点嘟嘟唇即适感 唇形如花瓣 唇珠挺笑 藏了一份独特的唇针在其中 男生女相造就了她 棱角并不算太分明的脸 却包容了最顶级的美 比男更爷 比女更柔 浑然天成的气质 犹如春光乍蟹般璀璨 三 风情的修炼 顶级美人的美 绝不会仅限于长相 让人难以忘怀的 还有那藏在皮囊之下的风情 因为风情才是屹立不倒的美貌 比如林青霞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弱点 那就是她的眼睛有点下三白 容易让眼神涣散 不够有神 为此 她也有专门请老师来教她精细 练就了直击人心的致命的眼神 无独有偶 顶级的美人都是相通的 无论是霸王别姬 还是春光乍蟹 张国荣所塑造的角色 都将内心深处的思想挖到了极致 仿佛经历这一切的 就是她本人 美人自古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总之 林青霞张国荣二人 能够做到男女通师 其实就是多出了很多人都没有的风情 这也是为何 当今明明有这么多美女帅哥 却总是让人觉得很空落落的 本期关于相貌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就请一键三连 好看的 好看的